犬在恐惧时的表现 犬在恐惧时的表现 犬在恐惧时表现一般分为两种 这个跟他自身本身的性格有关 比如说你会看到一个火锅而大胆的小狗 当突然面临恐惧的时候 他表现的往往是 怒目远真 呲牙裂嘴的 对一句大声的吼叫 尾巴瞧得高高的 并且不断的用 他左右移动的方式 去降低自身受伤害的可能性 而同时保持着 能够对你随时发动攻击的一个能力 碰到这一类的情况 我们一定要保持的是冷静 不要去激怒他 因为他们的性格容易造成临恐惧 而去伤害别人 那么还有一类小狗 天生胆子是非常的小 当他碰到恐惧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的尾巴夹得非常的近 他不敢任何的叫声 他会躲在一个角落里面 他不会让你去碰 他会把自己尽量缩小到你看不见的一个体积 尽量缩小死 这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性格就比较单小 在他们的第一意识里面 并不会你伤害别人来保护自己 为主要的一个 就是思想的一个思维方式 所以碰到这一类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再过激的去激怒他们 因为这个时候还是相对安全的 他们是不敢主动贸然伤害攻击的 这个时候完全给了我们的时间 能够很好的化解 或者是逃离这样的一个不利的一个状态 小贴士 犬在恐惧时的表现一般分为两种 跟他自身本身的性格有关 比如活泼 而大胆的小狗表现是弄目圆真 呲牙咧嘴的对你去大声的吼叫 降低自身受伤害的可能性 小狗天生胆子是非常的小 他的表现是尾巴夹得非常的紧 不敢任何的叫声 躲在一个角落里面 尽量缩小自己 然后再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